其实还想跟Gay谈更多 不过因为他赶时间 他说他只能谈到这个九点半左右吧 那现在好吧 我们也不为难他了 对 下次如果想要更了解三达根 买一张飞机票就过去吧 对 就是飞过去看吧 我刚才可能我一直误会就是 如果要从 要去这些海岛的话 可能要从三达根那边坐船出去 看来他也不是那么靠海 他还是有一个距离 毕竟要先到拿赌 我就以为拿赌跟三达根是很靠近的 原来还是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但两个小时你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他还是跟这个海边有一个距离 因为你从拿赌出去的话 你去这个那个什么叫什么 西巴黛那些会稍微比较靠近 去森波纳呢 可能也是要从拿赌那边过去 所以三达根比较靠近的是另外一个海岛 就该说呢 那个海归岛是不一样的概念 好我们现在联系上另外一位我们的嘉宾 他是行动党沙巴 山达根区的国会议员 就是外宾黄天发 外宾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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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山达根这个地区啊 其实我们两位主持人对山达根都不太熟悉 也还没去过这个山达根啊 能不能稍微跟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山达根 有什么样的好吃好玩 先从这样子的开始吧 哦 这样啊 那跟老实说 在沙巴来讲了 提出其中一个比较历史 比较悠久 如果是我们大家如果有看过妄想的一个电影 是不是 也有特别的讲到这个山达根的一些历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了 我们这个山达根也是有很多那种日本啊 那些什么歌迹啊 在这边也是啊 做的一些很有历史 那种纪念性的东西 所以到现在 我们山达根 还有那些日本的那些 坟墙啊 有个坟墓啦 特别的热 所以很多日本人来到这边 他们也特别的来 特别的其他日本的坟墙 啊 做一些礼拜啊 所以在山达根来讲 啊 是一个比较 有历史性 啊 的一些 啊 古迹啊 或者什么 好像我们山达根那些 山盛公、庙、坛公園 那种全部都过百年历史的 那些有纪念性的 当然我们上大根一路来 以前因为牧业很繁迫的时候 我们上大根这边真的是非常的繁荣 所以还因为形式上 因为也是好像全部在海旁的建设 就好像有点反映到有点地形 都好像香港 因为那时候也是非常的风波 所以说山大根也比较小香港之称 这多年来一路来就是这样 可是当然最近因为很多关键的一些外来的 菲律宾跟印尼的移民 就走进我们沙巴的国土 弄的是比较落寞 可以讲是 经济上南最近最近这十多年来 牧业开始没有了 而且发展老实说也不够的积极 所以说是现在山大根已经没有往日的那些辉煌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毕竟像听您刚才说 如果根据历史这样看起来 有小香港的这样的名称 绝对是发展是蓬勃的 想当年了 那为什么会慢慢的就没落到 今天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历史古镇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而且像您刚才提到说 我相信这些外来移民理论上吧 应该会更帮助当地的发展才对啊 怎么会会有一些影响呢 这个我可以说是 这些外来的移民可以跟我们很多 老实说当然你就说 在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方面啊 不可否认我们也是有帮助到 因为我们那些好像很多工作上啊 那种劳工啊 是不是我们他们也是有帮得到 我们一些做生意的 尤其是在那些苦力的方面啊 尤其是现在我们说那种研究啊那些 可是不可否认的 这些外来的移民这边很多来到这边 他们都因为他们是非法进来 非法进来就create到很多那种 社会的那种社会的那种社会的那些问题啊 他们来到这边没有地方住 随随便便的就自己在做那些非法的那些屋到处搭 而且在附近他们又很多很多晚上又做很多偷偷啊 或者说投电投水 整种 今天我才出了一个报纸 关于投电 投到真的是 让到人家很多那些产业的物主 都知道不知道怎么好 你知道吗 又不敢去告诉他 或者说 可是他们投到 弄到他们可能那些他们的产物 也是受到危害 等等 有没有 如果说 这些非法移民 他们为当地的居民 和当地的商家等等 造成那么大的困扰 为什么还要聘请他们呢 据我所知 我们刚刚也访问了一名当地的居民 他也是有提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当地的居民 就可能会聘请一些 即使明知道他们没有工作准证 也明知道他们可能是非法过来的 但是一样给了他们一个工作机会 一样聘请他们来打工 无论是当庸人也好 无论是当这个工人 苦力什么都好 还是一样聘请他们 明知道他们可能会带来这些社会现象 为什么还要聘请他们 给他们一个机会 都留下来呢 这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政策 政府没有很好的政策 那个好的政策 怎么样来mobilize 好像有说来控制这般非法的移民 来 问题是现在犯罪的那种 不是那些他们有工作的 你知道吗 是没有工作的 这都是好像没有工作啊 那种一样的 现在好像说他们来这边 有的是他们是非法进来 当然因为我们这边 就是刚才讲到说 人力资源的问题 是有一些我们本地人 他们不要做这些 好像那种苦力的工啦 或者说做事问啊什么东西 他们都有些不要做 在研究的他们不要做 苦力的不要做 这样当然我们做生意的那些老板 当然他们要做 他们也需要他们这一班人 问题是这一班人他们做工的 就比较就是说他们来自那是早吃 嗯啊 问题政府是我们整天有讲 政府就是说他们也有叫他们 全部要apply那种permit啊 是不是 working permit 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 年纪年的就是没有好好的去mobilize 很多人就啊怎么样讲 嗯就啊 啊没有照真正的手续 来把这些工人去啊注册啦 或者说登记好了啊 啊就是说弄到就是说 这是两两两两两个不同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们要这个人力资源 我们是要 可是问题我们要政府的好好的规划 嗯 这般人来到这边 我们给他工作的诊证 嗯 叫他有来来来就是说能够啊 啊监督他们的一些啊在这边 就好像说我们也有人去啊 去其他的地方啊去做工 他们也是应该是要有有permit啊什么 可是问题我们这边就啊 啊啊去过这么乱啊 啊去过这么乱 当然还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嗯 政治的因素很多人他们就哎呀 开自眼闭自眼 啊来到这边 比如什么样什么样的因素叫政治因素啊 啊政治因素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说我们大概你也看到我们就说啊 啊啊Matic project以前是不过IC project啊啊啊啊 projectIC啊 啊Poject IC 嗯 谢谢 那大家都应该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啊 我们好像现在我们马来西亚马来西亚 我们沙巴嗯 我们在以前的啊七十年代的时候 嗯 我们的那种啊怎么样种啊啊那种Ratial composition啊啊 那种我们的人民的那种这种比例 我们啊种族比例啊 那嘎拉桑的我们嘎拉桑 不如那些,我们那时候是40多个%的比例 我们华人有49%的距离,差不多20% 那其他的种族,以前我们就没有听到说 什么其他的什么邦沙马来游啊,都没有的 就很多,我们是几十个unique的东西 可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来 可是我们现在哥拉山的种族在20多个% 华人的才10%都不到 其他的那种邦沙马来游的为什么会这么多 很多的就是因为他们来到这边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拿到IC 这个当然是政治的因素 因为我敢讲的 因为这个我也有经过我们的什么 王家调查委员会的一些报告 也诊问了很多几百个那些证人 也证明了很多东西 就是当时他们要把他们的那种 就是说把它做多一点他们的人口 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拿到这样的 project 在project IC方面都拿到了IC 最关键的我敢讲就是我们现在 沙巴现在变的就是说 好像已经失去的控制了 尤其是让我们这些非法游民啊 或者说他们拿到IC的 不震荡或者是说 其他方面拿到IC的 有的是加IC的整种 我看政府到现在还是不能够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从何作手 如果我 我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排除政治的角度来看 我们以当地的民生的角度来看吧 就是这样子 这些拿到IC的这些人 就是拿到身份证的人 无论他是红色身份证也好蓝色身份证的好 总之他是拿到了马来西亚的 这个居留的这个权利了好 那这些人他们是属于那种 比较友善就是善良 也不会随便去搞事惹是生非就好 安安分分工作 然后落地生根这样子的这般人多呢 还是说他们拿到身份证 有一大部分都是在干一些非法勾当的 这个我们不敢讲 不敢讲 问题是就是这样 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说 他们很多拿到身份证 拿到了或者是他们又带了很多 他的清清清清清又来又过来 你知道吗 有的过来的就是在他们的家 或者就这样子住住住住啊 有的是没有工作啊 这一般人就是现在我们根据我们那个总计 好像我们三大根 我相信我们啦有真的40% 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是 我们撒罢三大根的人 我们三大根是 the worst hit 这个最这个 非法 那种外来移民进到我们了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现在 以前我们有一个很美好的名字 小香港 可是现在我们三大根 已经给了认为是小菲律宾了 其实如果是 其实菲律宾某一些地区发展也不错的 只是我想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 如果 如果啦 我假设 现在三大根所有的商家 所有的家庭 完全把这些非法的 民资还是非法移民的这些人 全部解雇 把他们赶回去可以吗 对 办不到 为什么办不到 这一帮人都更加了 他们没有工作都更加乱 对啊 但是 就是我意思就是说 就是现在政府也知道有这样子一帮人 好了 我把他们解雇了 政府就把他们安排 把他们遣送回去 送回他们国家 然后就聘请那些已经拿到身份证 或者已经证实 他可以在马来西亚 都留下来这些人来工作 这样子会好一点吗 这样如果是政府有这样的意愿啊 因为我们也整天的有告诉政府 我们说你们要 那些在这边已经住了的 或者是说 就是说已经住了的 有的 我们最先 我们要政府 我在国会也几次有讲过 就是希望政府要清洗 第一我们要清洗 我们现在人口那种身份证的拥有人 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现在很多那种身份证 有的是假的 有的是 就是不知怎么拿来的 不是这边的居民 他们来到这边 当然是 有的当然 真的是早吃了 可是有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身份在这边 你也用不到他 他就 有很多其他的人又叫进来 弄的是 是非就更加困乱了 你知道吗 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意愿 这是OK 把我们全部 现在有真正IC的 我们把它规划 全部他们做工 其他没有的 OK 你们出去 有需要的 你们有需要的 就是说 老板真正吸到这一般 外来的 就是说外来的 你们要跟他真正的去 做一个working permit 工作准备 所以你给他规划他们 所以我们也能够知道 这些人 什么人在哪里工作 什么这样 可是问题现在不是 我们这边整天 有时说我们要政府 把它清洗那些身份证 到现在我们的RCI 我们说王家调调委员会 的报告已经出了 现在两年了 他的那个technical 就怎么叫做一个 recommendation的 那个committy 到现在的报告 还没有出来 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东西 人民有没有 这个意愿 当然是有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 我们整天就是说 要你清洗 那个身份证 把不科法 不东西的 要把它规划好 如果真的是 做生意的 有需要 这班人做的 OK 他们请他进来 用正确的准备 来给他们 真正的工作准证 不是现在 就是说 三不七的进来 等下又不知道在哪里 又弄到几个月了 又弄到一个IC 又出来 那怎么搞 而且这个YC很快的 有些给一张纸 他们又可以在登记那边 选民可以投票的 有的又Temporary IC的 我看到有些 都有的 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 如果说人民有这个意愿 我假设 其实政府部门 已经对这些 有合法拘留和身份证 已经有一个记录了 那对于一些非法的 肯定是没记录 对吧 那如果说人民和这些 商家有这个意愿 要同样的 把打击这些非法 而只是给这些 合法有拘留的这些人 可以工作的话 那我觉得 应该理论上都可以 很容易解决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我是商家 我请了一大堆的 或者好几个 这个非法的移民 但是 我们知道政府 有一些名单 但是有些合法的这些人了嘛 对不对 那我可以跟他们说 我这些没有工作的 必然人力资源部 这些没有工作的这些人 能不能安排 他们来我这边面试 然后这些非法的 我不要 就不要请了 现在我感觉上 情况听起来了 人民虽然有这个意愿 但是好像感觉到就 我只是有意愿 但是我为了解决 我工作上的一些需要 我生意上的需要 我照样聘请那些非法的人 因为毕竟第一 就是薪金可能也比较便宜 我不确定 这是我听说 可能我有什么请非法 就因为他们比较便宜 可以让我节省我的开销 与其拿那些有身份的 身份证的 那个可能就要 我要符合马来西亚最低薪金制 我要增加我开销 我不要 我宁愿就用这些人 但是我要用这些人 就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社会问题等等 非法的这些人很多 那究竟是问题出在哪里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个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说 政治的意愿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政府真正都要把这个东西 去解决了它 可以的 政府的enforcement 你看你的enforcement有公正不根正 是不是做得刚好 这个没有问题的 人民是跟出来做的 你如果是客户问题 你政府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就是乱七八糟 现在弄到你知道吗 到处我们也听到说 在哪里有做身份证了 又什么了 有的来到几个月 忽然间他 他拿到身份证了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 那假设如果今天抓到 抓到一间 一间工厂 或者一个商家 他聘请的是非法的 或者抓到一个家庭 他聘请非法女佣 这样子这个家庭 还是这个商家有罪吗 有有罪 他们是要受罚款的 受罚款 现在老师说 要罚款 要什么的 他们那个商家 全部都是有罪的 所以现在我们整天 因为这个 做乱人 那些人质的问题 阿布萨亚整天 就来给我们危害到 我们安全的问题 现在什么 XCOM 整天有做这样的工的 可是做这样的工 是不是真正的可以有效 这个就是我们整天 question的 问题是 一次又一次 现在还更加的 那个 抓人那种 更加的 密 你知道吗 以前是说在海岛 在海岛啊 在什么东西 远远的东西 一年 或者是发生一次 或者是一年多两年一次 可是现在 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次了 你知道怎么搞 而且还一来一夜就进我们 我们三大根 上一次在我们的餐厅里面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路 就是三大根 岸上的餐厅里面 就可以上来抓人 是啊 这个也 也没有办法 怎么样呢 因为毕竟 我们媒体的报道 然后 家属呢 也把这事件 也搞 搞到大家都知道说 原来马来西亚人很有钱 而且抓到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人可以一定付钱 一付就付几百万 那你觉得 如果他们作为这些匪徒的 他们怎么可能不打这个主意呢 因为 因为真的是啊 你看 说一句实话 今天我们一个很逻辑的一个想法 就是 当匪徒知道说 马来西亚人是指到这个钱 而且马来西亚人一定会付这个赎金 而且不付的话 我们会逼政府来付这一块赎金 那你觉得作为匪徒的话 会不会很认真的考虑 诶 我选择要抓人的话 首先我作为我的 这个first or second option 可能就是马来西亚人 如果有外国人 当然外国人最好 但是如果抓不到外国人 我就抓马来西亚人吧 反正马来西亚人指钱啊 这个 这个当然 如果你是说 那这匪徒 他们的 做匪徒的 当然是要 不知手段要怎么样来想 找到他们的机会 是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政府 是法者 你要怎么样来保护 你要怎么样来解决 这个是很关键的 是啊 我们已经整天讲了 我们整天的要求 几年了 在国会 不单是我提 包括 就是说 在 政党的那边 沙巴的代表 也有提 跟我们共灵的就是 我们要清洗 现在我们的 有身份证的人先 首先就是第一样 第二样 如果那种身份证 不合法的 全部要把它收回 重新的做一个身份证 只是给我们沙巴的 其他的 做工的 全部要登记他 给他 工作室 所以我们 全部这些人 都有机会 其他没有的 我们不可以 不可以给他进来 是不是 虽然说你不可以 整天又说 哎呀 我们的海岸线 一千多个公里的 海岸线很长 这是理由吗 不是理由吗 你们 我政府的 你要想办法吗 现在才开始讲 叫人家用那个船 要张那个S 我个东西 早两年 我一开始去 我已经叫说 你要叫那种船子 张那个S 你的鲁大 你要把那个网络 靠大 我一船子 一进来 我们的海 海城里面 你们就要应该知道 要detect到全部 这些不是我们的船 问题这些 他们没有做吗 而且最关键的 现在是说 因为IC 乱难的给 很多我们现在 他们有IC的 他们也有 菲律宾的passport吗 它是dublet national吗 你怎么样去查它 你在半海 你要看它 你在我们马来西亚 海城里面 它就给一个IC 你看 我是 那过了菲律宾 它有passport 所以这个东西 就弄了这些案件 警察也已经讲过 我们这边 路人的东西 一次一次发现 他们也怀疑 有本地的人 跟他们贺谋 贺谋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 知道信息 怎么知道很多 那些地方 这些贺谋的 可能就是他们的人 我非常 是 我非常认同 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的政府 州政府 国际政府都好 都必须 要真的是 要去做 这个工作 但人民本身 努力 要去打击 配合 打击 这个犯罪 或者打击 这些非法的移民 也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是 多方面的一种 配合 我认同 是啊 然后就是说 最主要 我觉得 现在 像我们提到 身份证这个问题 最大的一个 关键点是在于 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们可能有 双重国际 双重身份 在不同的状况 他可以出示 不同的身份证出来 或者出示 不同的证明 那我们也拿他 没办法 真的是拿他 没办法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 在过去的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过去的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去洗清的话 那真的也没有办法 但是最主要 要画一条线 现在就是说 未来不可以 再有这种现象 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 除了政府之外 可能市政府 不单只是 这个国家政府 包括州政府 市政府 甚至一条一条线 往下来走的话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扮演着 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现在不单 只在三打根 你看这些绑架人事件 当初发生在海岸线那边 在海外到海岸线拿赌 然后到最后 像您说的 竟然上到这个陆地上来 去绑人了 这个已经很夸张了 我觉得 很夸张 非常夸张 所以现在治安的问题 到今天为止 还是完全有改善吗 自从发生那么多 鲁人案件过后 有改善吗 完全没有 我老实说 我们也看不到那种改善 你看最近的 频频的我们那种遗传 那种抓鱼的 现在我们本地的 还抓了五个 两个大线 包括印尼的 上一次也抓了 七个也九个 我忘记了 那个人数 全部我看到 现在也不知道 进行到怎么样 而且现在 因为这个问题 很多出海的 他们也是比较怕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相信 以前三打根 唯一文明的 老实说了 就是海鲜 所以我们唯一骄傲的 所以有亲戚朋友 什么东西 来上那根 我们一个夸耀的 就是我们的海鲜 是最新鲜的 最漂亮的 就带他们去 大吃一个海鲜 可是现在海鲜 我们的海鲜 那个鱼产 也是很贵了 因为如果 这些的 这个治安 你不把它弄好 我相信吃一点 我们那个鱼 到时候 这个海鲜的名号 我相信 都应该是没有的 那没关系 就卖贵他吧 反正到时 就是大家都吃贵海鲜 就可以了 是吧 反正大家有的是钱 现在 所以应该把东西 卖贵他 让整个政府 让整个马来西亚 都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海鲜 那么贵 就是因为 没人出海捕鱼 为什么没人出海捕鱼呢 因为我们的治安很不好 出海就马上给人家 绑走 我们还要付很多钱 不如就付少一点钱 吃贵海鲜就好了 不用付那么多钱 其实富人 属人之 对不对 好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 外比跟我们的 这个分享和这个 给我们了解到 更多山打根的消息 希望下一次 如果有需要了解 更多关于山打根的一些 可能治安的一些情况 或者一些发展 我们还可以跟 外比再来一次联系 来更多 相谈更多 好 谢谢你外比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再见 再见 所以说 你看到现在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海岸线的 海岸线的治安问题 但是 像我们刚才也是谈到说 有很大的 这个 究竟是政府需要负上责任呢 还是人民也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我们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些 这些例子发生 就是例子看到 证明了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人民虽然口头上 我们又要又要马而跑 又不让马吃草 再不然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我们要埋延这个同一个情况 我们自己本身去请了这些非法的人 然后同时我们就去埋延非法的情况 怎么样怎么样引到 引到我们的这个城市 你自己没有去符合啊 这个啊 但政府有责任 这个我绝对不否认 政府有一定的责任 要把这个东西弄好 但是在政府把所有东西 做好之前 人民是不是也要坚决一点 去配合呢 对 可是因为如果你有更便宜选择 然后你就会去选择 那个更便宜的 但是你就把引狼入室啦 对吧 你选择得更便宜 你就给了人家一个希望 你告诉人 马来西亚是可以掏金的 他是有这个机会的 你看我的 我的哥哥 我的叔叔 我的谁谁谁 去那边工作 可以找到工作啊 那我 我怎么不跟他一起过来 对吧 你看他刚刚 刚刚这个YB也提到说 他们来到这边过 可能还把他其他的家庭成员 带过来 为什么他把他带过来呢 因为 因为有生机 对啊 有机会 有生机啊 那我自然把他带过来 如果你给他看到说 sorry 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那他会把他带过来送死吗 所以把自己家人 带去这个坟墓里头啊 不会 他会把他送到 一个更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问题是双面的 他不是单方面的 政府有责任 我们也有责任 嗯 我们如果去开了这个 这道关口 你政府再怎么严厉 你我都说了 道高一尺 魔高一尚 我们永远有办法去赚漏洞的 你再厉害的法力都好 我们就是有办法 找到那个漏洞出来去赚 所以如果我们硬硬要去赚 赚那个漏洞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 这个条件 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筹码 去说人家就是做的不对 或者政府没做好呢 自己都没做好自己 对吧 所以山打根的问题 它不是山打根而已 它是甚至整个沙巴 就是海岸线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可惜 就像这个刚才YB提到 山打根本身就是一个 以前有个小香港这样的美誉 它盛产这些木材 有这些海产等等 然后本来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可以发展成为可能类似 像KK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城市 但是很可惜 各种各样的因素 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些发展 人民的人口 你不能够说人口老话 毕竟还是有很多年轻的人在 不然它也不会有cafe 那么多吧 对吧 对 就是年轻人都会去那边 是 它有一些地势上的优势 但是这些地势上的优势呢 也让它造成了一个劣势 因为有太多的外来移民 就到这个地方来 变成人家也不愿意留在这边 可能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变成人家说叫外劳城 而且小香港和小菲律宾 我觉得小香港就好 小菲律宾就不好 会吗 不会吧 我不确定 可能对于一些当地人来看起来 小菲律宾是一个贬义词 可是我主要还是觉得就是在东马这一区 就是像桑达根这些地方 主要还是让它蒙上阴影的主要原因 还是这个阿布塞耶夫这个组织 就人家去那边会担心 就说就好像如果我有朋友要去东马这样子的话 就想那你去那里你要小心 这是当然的 反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让它蒙上了阴影 对我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优客看来 这肯定是啦 这避免不了了 只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以一些不同的名称和标签 来分化或者来阶级化某一个地方 或者每一个人某一个人的地位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 小香港小菲律宾的这种说法 或者小印尼 或者小孟加拉 我们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们阶级化了 我们阶级化了 他们是属于低等的 我们是高等的 我们就把香港变成更高等 但是是吗 我不知道 OK 如果是有一些地方叫小新加坡 那就更好料了 就好像更好料了 但是我不确定在外国人眼中 如果有一些地方被称为在国外被称小大马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是一个贬义词呢 还是一个褒义词 我不知道 让你们去想吧 好吧 今天我们的三哪根呢就到这里了 因为三哪根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的 要不要把它再变回一个小香港 或者变回一个让你的 就让它除为马来西亚吧 对吧 就不要去小香港还是变什么 就变回我们的三哪根就好 就要靠大家努力了 那如果有再去三哪根去旅游的话 多多去跟大家推荐当地的一些美食 当地的一些旅游景点等等 因为我感觉到它会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毕竟我身边有些朋友去过 跟我说那边是确实很悠闲 很漂亮一个地方 很多好吃的 所以呢 就鼓励大家多多到国内旅游吧 不一定要到国外去 三哪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明天继续天马星空 再见 再见 再见